这个菜呢,别给炒钢巴的啊,这里头多少都带点汤汁 哎,这就可以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做的是蒜炒油菜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先把这个料头咱们切一下啊 这个菜呢,主要是以蒜香味为主啊 里面呢,少配上点姜,葱 来调节一下这个蒜味更香啊 所以呢,有的师傅做这个菜呢 不放葱,咱们这个里放葱 然后呢,做成黄豆粒大小的颗粒 吃到嘴里,有个口感咔嚓咔嚓脆 太好 这个姜呢,食量啊 有三克姜就够 这叫豆瓣姜 葱 啊,不规则的豆瓣葱 放上十五克十二十克啊 这油菜啊,看啊 这么切,切完把它展开 勺形的,又叫勺菜 上海青啊 都是这个科系里的 我这给它展开,让朋友们看啊 就这窝窝窝这个地方,非常脏啊 有土,泥沙啊,都在这里 最好是把它都展开 过去呢,这个广东师傅炒这个菜炒的比较尖端啊 一说叫菜胆 菜胆呢,就是要这个油菜的心才好呢 一切四瓣 或者整个 这样洗呢,要洗净 这个呢,关键是 水要宽 菜要少 你这样清洗才好 用手呢,这样搓一搓 搓一搓这样 所以这个菜呢,就算还是比较干净的 再洗上一遍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蒜调一下 用蚝油 这是30克的蚝油 少来一点盐 味精 黄菊 调好这样放了就可以了 把这个菜叶 先下锅 烫一下 然后 上下一半 别让它开锅 这样就行了 看一下,朋友们 绿了 烫一下吧 为了呢,翻炒好翻炒 我的量改变大 你要改加,你就是七八两量的话 你就不要大嘴巴 直接炒就可以 现在呢 我们先把这个锅 润一下 放入葱姜 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盐 加入盐 上中 对呀 这个好看 杭油温 里面不能加煮 不能加煮 看就这样 半斤就好 朋友们 这个菜就做好了 色泽脆绿 突出蒜香味 咸鲜适口 非常脆 来 朋友们 看一下 这个菜呢 别给炒干巴的 这里头都带着汤汁 这就可以 这个季节呢 吃这个菜 喝酒啊 吃饭啊 非常不错的菜 你要是干 一春一秋的时候 或者冬季 炒这个菜 离不开猪大油 外面油菜那个皮 口感格外的嫩 太脆 吃得太好吃 猪大油呢 是蒸香 蒸香去方面 口感也不一样 好了 今天这个菜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 好不错的诺嘛 好不错的